在拍摄现场 汪涵吐掉代言方便面 只为捞金挣钱 自己怎么不吃呢 明星的捞金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拍戏 代言走学投资等等 代言广告往往是最赚钱的 没有拍戏那么辛苦 赚钱也很快 所以明星人都很喜欢代言各种广告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 曝光了汪涵吐掉方便面的一个视频 气愤的说明星只做广告 齐天老百姓自己怎么不吃呢 在拍摄现场 有顾问人员用手机录制了一个小视频 当时主持人汪涵坐在一处草地旁边的池子上 一边吃着方便面 一边摄像头开机开始录制 不过奇怪的是 汪涵脚下放着一个红色的水孔 拍摄广告还用得着水孔吗 很快就出现了人吃惊的一幕 汪涵吃着方便面没嚼几口 直接网友吐掉了口中的方便面 吐在了水桶里 不禁得一个男性顾问员都看不了了 把头转行了一边 这个视频曝光之后 网上顿时炸开锅了 网友方便不一 这视频出去 汪涵老师岂不是要火了 原来广告真的是这么拍出来的 自己都不吃 让老百姓去吃啊 这个方便面真的很差吗 吃了会死人吗 还是怎么样的 这算好的了 明星代言任钱不认货 汪涵的粉丝们纷纷抛出了自己观点 替汪涵打抱不平啊 他们留言说 一条广告没拍好初心拍 都吃不下去了 不要做长取义 汪涵自己在节目里说过 拍这个广告的时候吃到醋 要拍出一个成品啊 得吃多少种呢 一个网友调看说 你们以为一次过呀 很丰富的重拍 真的吃起来会撑死呢 还有人说为了好看 食物广告或摄影 使用的食物一般经过偷偷处理 是不能吃的 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呢 汪涵是否在欺骗消费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